营养午餐 午餐 营养午餐好嗎 午餐吃飯飯囉 學習目標 我們要感受我們的生活 書寫生活 生活經驗中 值得分享的地方 老師今天會分享很多吃飲养午餐的小故事 來開始囉 大家常常會抱怨學校的營養午餐 very 泰哥 not delicious 但在我們的來這邊圈一下 雞腸鹿鹿 這個鹿鹿就是指你的腸子已經發出 嘟嘟嘟嘟...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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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聲音 維 Slow food 湖咳 這個市值很快的把一個沼澤吞下去 代表你都經過消化就吞下去了 好 在我們機場祢陀的時候也會 也會呼倫吞綻的吃下肚 OK 好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老師呢 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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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禮拜 帶我的阿嬤來臺北玩 我阿嬤呢 以前是種田子 所以他們很注重準時吃飯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我超過了時間沒有讓她吃飯 他就會肚子很餓 所以呢 那天我故意讓他餓了一下 有點不大孝順 讓他餓了一下 就是他原本五點就要吃飯 可是呢他到了七點才吃飯 然後帶他去這一間小火鍋 然後他就覺得好好吃喔 他只是一間很平凡不過的小火鍋 一百多塊而已 可是他就覺得那個火鍋的飯超好吃 我只是在旁邊想說 是因為你肚子餓了的關係 肚子餓的時候吃什麼都好吃 所以你看 在你雞腸露露的時候 不管你肚子 你不敢多討厭那一道菜 可能還會直接把它吃下去對不對 好 好 接著我們要來請同學 宣幾個好用的字詞 好 來 開始囉 第一個 荷包蛋 我喜歡半生熟的荷包蛋 蛋白的邊邊最好還有一點焦脆 那如果你手上沒有螢光筆的話 噓噓噓噓 你講話要舉手 不然我不讓你講話 好 來 我喜歡半生熟的荷包蛋 蛋白的邊緣最好還有一點焦脆 淋一些醬油 配全麥吐司麵包吃 輕輕挑破蛋黃 金黃色的枝葉 像陽光溫柔篩過窗邊掛在睫毛旁邊 用烤過的麵包沾著蛋汁來吃 再將凝固的部分切成小片細細吃進 可以抵得過一個甜蜜的Kiss 好 OK 它寫得很漂亮對不對 好 通常我們寫食物呢 有一種溫柔晚約的感覺 那又怎麼寫咧 老師教你喔 你要做一件事 首先你要去思考 蛋黃是黃色的 然後就會想到太陽 然後想到太陽之後呢 就會再回想到那是一種溫暖的接觸 所以你要注意喔 它的文字 它的文字多多少少都帶著一點溫暖的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溫柔烤過的對不對 還有這一種親吻都是溫暖的感覺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簡單你要打個心心喔 這種寫作方法 我們稱之為疑絕 你們一定沒有聽過這個修辭法 好 疑絕是什麼呢 疑絕是一種我在感官之間移動 很多時候明明是味覺 可是呢 我用視覺來寫它 這種情況叫做疑絕 我用視覺去寫味覺 這種是大家寫作的過程中 需要運用到的小技巧 好 用視覺去寫味覺 你們未來到了國中 看到的文章都會像是這個樣子 它的文筆會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聽得懂之後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呢 我們來看one fish 將魚肉從骨頭上整片踢下來 好痛喔 用鹽醃好 放進油鍋裡煎乾 好 你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順序問題 這邊是1 這邊是2 這邊是3 好 有順序喔 接著呢 講一下感官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加上自己的觸感 好 有沒有 好 五將圈喔 第一個 1 2 3是順序 好 這一段要講的是順序 還有再加上磨血 好 再加上磨血 所以請同學 待會在寫這些營養午餐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這些小小的技巧運用進去 順序加磨血 不要懷疑 因為老師呢 從國小的作文 教到高中的作文 哪些作文該怎麼寫 怎麼寫才會得到高分 在這邊就交給同學囉 順序跟磨血要把它注意到 好 所以你看 順序1 用怎麼樣 再來 放進油鍋 你看它有很多個動作 對不對 好 來 往後囉 我被那道客家茄子給驚豔了 也是用九層塔炒茄子 喔 好 那我們圈幾個關鍵哈 更加毫無保留的積月出來 顯得如此飽滿 九層塔是一種很棒的調味料 你吃鐵板燒 有時候吃那個蚵啊 也會加一點九層塔 會變很多嗎 會蠻好吃的 海瓜子也會 對 好 台灣人很愛吃九層塔 好 來 再來看酸白菜 酸白菜這個小朋友不見得喜歡 就是酸菜白肉鍋 有吃過嗎 沒有 好 有的很愛 好 有的就還好 那沒有關係 你就 這是一種平凡的味道 好 來 我們看馬鈴薯 馬鈴薯的話就Potato 好 我們看它怎麼寫喔 第一個馬鈴薯 你把它打成馬鈴薯泥 對不對 馬鈴薯泥 所以呢 它會 緊實高密度 它會有奶油的乾香 再來 散在唇齒間 這個關鍵你打星星 殘眠許久 殘眠是什麼意思 好像在談戀愛一樣 舌頭會 喵喵喵喵喵喵 邊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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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